别拖紧啊 射手 你看门天位置啊兄弟 LATER 起拿RW下效应 你死呀 对啊 AG一弄了巅峰赛撞车老队友效应 却被效应压力了一波 节目效果拉满 本赛季效应从AG转回RW后 直接成为了S组中路 还拿到过周最佳中单的株荣 而AG却不太顺利 甚至有掉到B组的可能 最近效应和伊诺在巅峰赛排到了一起 效应选择明世尹 辅助伊诺的莱西奥 伊诺对线打得很凶 开了E技能就和萌亚原地战路 面对萌亚的狂红火线毫不示弱 在这期间 AG还放了一个E技能给伊诺回了点血 从小地图看到明世尹准备支援过来 伊诺就打得更主动了 和萌亚闪现换闪现 等到明世尹支援到位后 两人一起跃塔 拿到了萌亚的E血 两人从下路一直打到了上路 前期节奏其实非常顺利 三分半翻过 伊诺就拿到了三个人头 两人作为老队友 确实还是有一定默契的 可能正是因为前期太顺 伊诺打得有点上头了 看到一个蔡文基 一直追到了对面的篮区 位置太深 导致被对面的五人包围 而伊诺的二技能跳墙也失误了 这也就有了效应后面的那句话 伊诺这边的阵容 所有输出几乎都靠莱西奥来打 面对一个装备已经成型的萌田 莱西奥的输出是有些不够的 更何况对面还有个蔡文基持续回血 打着打着 伊诺这边也就陷入了逆风 十分钟节点 伊诺看到对面的蔡文基 想要上去消耗 用掉了所有技能 但萌田从后方杀出 这时伊诺如果顺着阿古朵的方向 是可以撤退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头了 又一次出现了掉点 可以说开局的优势是伊诺打出来的 但是后期的两波掉点也是伊诺造成的 这局比赛也以这样的方式输掉了 赛中被压力了两波 赛后发现这个辅助名士尹 竟然是自己的老队友效应 伊诺也忍不住开始苦笑 曾经避见作战 如今天歌一发 巅峰赛撞车也没有认出彼此 最近A级的成绩也不太顺利 想必伊诺此时也会怀念曾经的队友们吧 感谢观看